港珠澳大橋今天早上9點正式通車 很多旅客都會選擇乘穿梭巴士 經港珠澳大橋去香港 第一班就是9點半開出 人流很多 很快 跟平日的我們去澳門去諸葛或香港過關差不多 另外第一班由香港開到澳門的穿梭巴士 大概10點左右就會到達澳門口岸 香港居民坐完之後感覺又是怎樣呢 我們是住東涌的 乘搭巴士 計算巴士程 不然這班車就有八、九個字 第一班港澳快線在8點由南投開出 而我們的記者就在9點入金沙出發 有不少市民喝頭淡湯未出發才興奮 大概10點去到港珠澳大橋澳門邊檢大樓之後 乘客落車通關但似乎有點問題 首先車票上面沒有寫明巴士的車牌 亦都因為車站太大 加上有多輛巴士停泊 乘客要找回巴士亦都有一定的難度 而且乘客上車的時候要需要再用到儀器對飛 同一輛車竟然出現無法成功對票 最後要靠點人數 巴士職員就說第一日營運難免會有些錯亂的情況 大概10點半正式乘上港珠澳大橋通車 全程55公里都頗暢順 單是由上橋開始計起 實際40分鐘內就可以去到香港口岸 在不失車的情況之下再用多30分鐘就可以去到香港太子 但巴士由香港回到澳門的時候 2.3這個班次的直通車安排就十分混亂 首先在原方總站有車就被乘上 令到在太子站買了這個時段車票的乘客 因為這樣就想不到車 當2.9的車駛到太子站的時候 原本乘2.3班次的乘客因為等了很久 不理3721就勇搶車 兩班車的乘坐同一輛巴士 令到一部份乘客就上不到車 職員在現場安撫亦於是無保 事件擾讓了近45分鐘才搞得好 原本由太子到澳門只需110分鐘 但今次車程足足用了180分鐘 港珠澳大橋可能因為開通的第一天 交通難免有點混亂 大家又不需要急切體驗經過港珠澳大橋通關 假以時日熟習之後相信會更加順暢 又會更加順暢 大家不需要急切體驗 我們下一個星期見 這裡的登山 我們下一個星期見 我們下一個星期見 然後再次再次分析 我們下一個星期見